在音乐机上头竟然有人带着比手臂还要粗 而且常有好几公尺的黄金蟒行来参与 而且这只巨蟒还被四主带到了摇滚区 搭在好几名的乐民肩上 甚至有人举着蟒舌玩起了波浪舞来 不过当下有民众觉得好可怕 音乐机开唱现场超嗨 但仔细看台下似乎有庞然大物 搭在好几名民众肩上 放大再放大没看错吧 这笔手臂还粗的竟然是一条蟒蛇 长达好几公尺被民众举高高或搭在肩上 随节奏摇摆有人很享受 但更多人害怕闪到一旁 工作场所大家还是会害怕 对对对像我本身的话也会害怕 音乐机怎么会有蛇 原来这条巨大的黄金蟒 周末被主人带来基隆参加爱与摇滚音乐机 还被举高冲浪 画面被po上网有人担心蛇会不会受伤 但更多人直呼很恐怖 尤其像蛇它有一定程度的野性 也不是经过巡化的动物 即便经过巡化它在这么高压的状况下 还是很容易紧张 也有可能会有逃跑或是跌落的风险 虽然警方到场后四主随即离开 虫无蛇也没有造成观众受伤 带蛇出门啪啪噪到底能不能 动保法目前还没有相关规范 但防疫所提醒 虫无在人多高压环境下可能会逃跑伤人 若危害到民众可疑设为法送办 此外宠物若因此受伤也违反动保法 恐怕都不是四主想看到的结果 据的蔡志恒进入报道